她是大唐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后,本应在盛世末年的动荡中安然度过晚年,然而命运却为她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,三十年来,她像一位慈爱的母亲,呵护着命运多舛的丈夫,为保家族安危而无怨无悔,甚至甘心隐忍在权力背后,谁能想到,这位温柔贤淑的女子最终却被冠以通奸的罪名,惨死于权力的斗争中,究竟是她背叛了大唐, 还是背叛了自己的命运,她的冤屈背后,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阴谋与真相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当和太后被三尺白绫套上脖子的时候,她已经没有眼泪,都说眼泪是女人的武器,但和皇后留了十几年,没见分毫效果,每次她都是擦干眼泪,挤出笑容,继续与群魔周旋,现在她终于解脱了,为何还要这东西呢? 她笑着目视远方,仿佛能看见遥远的天边,显得而去的丈夫,长仔,还有那个下落不明的幼子正在向她招手,一家人就要团圆了,有什么可悲伤的,只是在她身体悬空的那一瞬间,眼角还是溢出了一丝泪花,那不是为她自己,而是为还在这个世界上挣扎中的次子,那个才十四岁的少年天子, 失去母亲庇护的她,终究会跟父兄们一样被人撕碎,和太后多么希望,她最后的一滴泪花能变成儿子疗伤的药,她就是大唐帝国最后一位皇后,唐昭宗的嫡妻,积善皇后和氏,一位让后人接哑不已的女人,和皇后是一位川妹子,出身低微, 贤通十三年,八百七十二年,时寿命侍奉寿王李业,那时候李业才五岁,和氏应该也就是个十四岁左右的侍女,彼时大唐已经显露出灭亡的征兆,皇帝们经常四处流亡,皇家子弟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,和氏名为侍女,其实扮演起了半个母亲的角色,她的温柔体贴,以及出众的美貌和智慧,让小皇子李业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 和氏成了李业的妾室,并生下了长子李佑,女儿平阳公主,文德元年,八百八十八年,唐熙宗驾崩,二十一岁的李业兄中弟即登上了皇位,史称唐昭宗,登基的当年,李业就册封这位陪伴度过艰苦岁月的女人为淑妃,四年后,和氏再次为李业带下一字礼著,贤宁三年,八百九十六年,唐昭宗正是册封长子李佑为太子,同时册封和氏为皇后, 和氏成了大唐一百一十年以来的第一位皇后,也是大唐的最后一位皇后,或许唐昭宗想用打破传统,重立皇后的方式,让濒临破产的大唐帝国重现光明,事实上,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也确实表现出了先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,他接连祭出两大杀招, 给沐气沉沉的大唐注入了无尽的活力,就在人们高呼大唐复兴有望的时候,天下形势却陡然一转,那股清新的风竟然变成了席卷帝国的妖风, 原来唐昭宗的两大杀招力度过猛,反噬到了自己,第一杀招,征伐李赫用,唐朝的衰败根子就在藩阵割据,而李赫用就是藩阵中最难对付的一个, 当年这家伙逼得唐熙宗流亡属地,差点提前给大唐画上句号,薛帆成了自安史之乱以来最沉痛话题, 雄心勃勃的唐德宗,贡辉一会的唐县宗,半途崩俗的唐武宗, 李唐的皇帝们历经一百余年都未能如愿,年轻气盛的唐昭宗以自杀式的勇气于李赫用展开了华州大战,结果惨败而归,神策君者耸过半, 第二杀招对决杨复宗,后人认为宦官专权是大唐灭亡的另一个隐形毒瘤,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,宦官一直是李唐皇帝用来对付士族集团的工具, 不过宦官们形成了不同的派系,他们为了各自利益扶植自己的主子,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,比如杨复宗,他就是唐熙宗的好奴才, 但现在主人是唐昭宗,所以必须被拿下, 杨复宗的势力大到吓人,光干儿子就有六百多个, 把持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军权,为了扳倒杨复宗, 唐昭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神策君仅有的兵力几乎丧失殆尽, 神策君是晚唐皇帝对付藩镇的最后一根打狗棍, 唐昭宗的有勇无谋让他自费武功, 从那以后他就过上了祖先的旅游生涯,先后四次走上流亡之路, 这可苦了和皇后,他不光都要脱家带口跟着颠沛流离, 还要充当唐昭宗的心灵按摩师, 一次又一次帮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,光化三年,九百年, 和皇后迎来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 那年十一月,宦官刘继树突然发兵求见了唐昭宗, 逼他善未给太子李渔,李渔,面对威逼, 愤怒的唐昭宗拒绝配合,刘继树凶向笔路, 一场惊天巨变就在眼前,危急时刻, 和皇后被迫走上前台, 他先找到刘继树好言安慰, 避免了这家伙苟急跳墙, 然后他又对丈夫耐心相劝, 说服他听从安排,交出了玉玺, 和皇后的妥协似乎很让人生气, 但冷静想,这种状态下还能有什么办法, 刘继树已经是溅在弦上, 强硬对抗只能鸡蛋碰食都没有任何好处, 就这样, 唐昭宗被废除, 全家人被囚禁于少阳宫, 为了防止唐昭宗与外界联系, 刘继树竟然下令用铁水灌死锁头, 只在门上开动, 每天定时定量送进去一些食物, 彼时寒风凛冽, 唐昭宗一家在饥寒交迫中生活, 年幼的黄仔, 黄女们动得哇哇大姑, 好在这段时间并不算太长, 一个月后, 终于唐昭宗的神策军将领杀了刘继树, 要重新迎立唐昭宗, 唐昭宗刚要准备开门, 被和皇后一把拦住, 当心有诈, 咱们输不起了, 她对门外高喊, 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, 那就把刘继树的人头拿过来看看, 直到刘继树的人头被送来, 和皇后这才相信, 于是令人砸开了门, 唐昭宗得以复位, 不久, 朝中大臣与宦官们的争斗又进入白热化, 宰相崔昭开门一道, 引朱温入长安以对付宦官, 而宦官们则裹挟唐昭宗向西逃往凤翔, 将他交给了老冤家李茂贞, 李茂贞得到唐昭宗, 还没来得及高兴, 朱温的大军就到了, 两个军阀展开了一场大战, 请别以为李茂贞是忠臣, 唐昭宗来说, 李克勇, 李茂贞, 朱温都是一丘之和, 他只是军阀们挟持的工具而已, 唐昭宗和皇后带着一家老小数百口人, 从长安一路哭到凤翔, 又在震天的海沙声中战战兢兢, 那个时间的艰苦一点也不亚于邵阳宫, 唐昭宗和和皇后只能亲自挖野草, 生火熬粥, 养活一大家子人, 跟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, 战场军阀混战打了四个月, 最后凤翔淡尽粮绝, 唐昭宗又被李茂贞当作交易筹码交给朱温, 离行前, 朱温还不甘心地强行扣留了平原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, 和皇后心有不甘, 面对女儿的痛苦, 她心如刀绞,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强行带走, 再次回到长安后, 唐昭宗的日子更加艰难, 朱温杀光了他身边所有的亲信, 就连曾经的太子李玉也差点被杀, 和皇后痛哭说, 从今往后, 我们只能委身于朱温了, 为了安抚朱温, 和皇后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, 低声下气地在宴席上亲自给朱温针酒, 即便如此, 朱温依然不放心, 他决定毁掉长安, 逼唐昭宗迁都洛阳, 那时候和皇后已经快临盆了, 走到陕州时, 唐昭宗请求暂时停住, 等皇后生产过后再启程, 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, 和皇后在途中产下柚子, 十年她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高龄产妇, 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, 想想凶险的未来, 和皇后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, 她让近视胡青带着这个孩子逃走了, 从此下落不明, 据民间考证, 明朝著名的辉州明京胡氏就是这个孩子的后裔, 抵达洛阳还不到三个月, 904年8月, 朱温果然撕破了脸, 她派人闯进宫中, 当众刺杀了唐昭宗, 并用力和皇后的幼子李柱为帝, 是位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, 第二年二月, 朱温在下毒手, 她在九曲时设宴, 公然凯杀了唐昭宗的九个儿子, 包括前太子李玉一起都被抛尸于九曲时, 和太后知道朱温篡位的日子迫近了, 作为一个女人, 她所能做的唯有帮自己的儿子争取一个好的下场, 于是她不得不周旋于朱温的亲信们之间, 或许是被感动, 朱温的三个亲信, 蒋玄辉、柳灿、张廷范先后表达了反对意见, 改朝换代应该先受酒机, 再受善, 眼下的天下慰问, 不能操执过急, 朱温认为他们故意阻扰自己称帝, 勃然大怒的他找了个借口, 将这三条忠心耿耿的哈巴狗, 全都杀了, 为了扫除最后一次障碍, 朱温又以何太后与蒋玄辉同监, 会乱公为为由, 逼迫何太后自杀, 显然这是一个无耻的污蔑, 这一年何太后快五十岁了, 蒋玄辉还是亲手杀害丈夫和儿子的凶手, 他哪来这个心情跟仇敌风花雪月, 朱温还指控, 何太后和蒋玄辉等人在宫中埋使人, 焚香祭天祷告, 祈求谋父大堂, 加害朱温, 我们倒希望这是真的, 但恐怕不靠谱, 何太后虽然是个很有见识, 敢做敢为的女人, 但我们不可否认, 她所有的担当都是被迫的行为, 如果不是形势危急, 她本不需要为丈夫奔波解难, 如果不是灭顶之灾, 她也不会委曲求权与郎共舞, 以当时的形势, 她能祈求蒋玄辉能在朱温面前保他母子一条命就已经是上线了, 谋父大堂就是个笑话, 但朱温不这么想, 她需要一个除掉蒋玄辉, 何太后的理由, 她太急于坐上龙椅了, 这个不光彩的污名正好能将她俩一勺会, 何太后呵护丈夫三十余年, 保护儿子十几年, 然而, 她竭尽全力依然不能改变大唐帝国灭亡下皇族的悲惨命运, 让她死不瞑目的是, 宣布她污秽后宫被废的诏书, 还被强迫盖上了皇帝的玉玺, 以儿子谴责母亲的名义发布于天下, 我一直认为, 朱温后来的下场一点都不值得同情, 否则, 地下的何太后灵魂何处安放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